没想到吧 这些做影视剪辑采访切条的频道 不仅没清权 每个月光靠流量就能赚1万美元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你有好奇过吗 更夸张的是 现在用AI工具 一分钟就可以自动把一段长视频进行切割 并进行二次编辑 谈出十几条这样的视频 今天的慕子就会介绍这样的一款AI工具 教你如何使用它 并向你解释这些二创视频的版权问题 究竟是如何解决的 以及它们的变现方式到底有哪些 如果感兴趣的话 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我们这次介绍的工具是Filmora 它的下载链接 我已经附在说明栏和置顶评论中了 你们可以自行下载 我这次用到的 就是它最新14.0版本推出的 智慧长篇剪短篇的功能 这个功能指的是会把一段长视频 剪成若干个带有字幕配乐等包装的短视频 整个过程不需要你自己操作 AI就可以帮你一键完成 对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操作吧 那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获取一段长视频素材 这段素材可以是采访节目 演讲播客片段 直播片段 热门影视剧等等 比如我就以最近非常火爆的 OpenAI发布会视频为例 为大家讲解 一般我也建议大家选取比较热门的素材 例如热门的电视节目 明星或KOL的采访片段 这样在前期更容易获得流量 获取这类长视频素材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下载 例如我们打开这个网页 把刚才我们的视频地址贴进去 它就会识别出对应的视频并下载 但这个方法的缺点就是有平台的限制 如果你找的视频不是在油管上 那就不行了 而且用这个方法下载的视频 清晰度不一定有保障 默认下载的也是整个视频片段 视频既长冷静又大 所以我再介绍第二种方法 使用Filmura自带的录屏工具 录下你的视频素材 打开Filmura 点击左边这里的工具箱 找到萤幕录制 录制的范围可以是整个屏幕 或者是一部分 然后建议开启这个电脑自己的声音 后面麦克风和你的镜头画面 是建议关闭的 其余保持默认即可 完成录制以后 视频素材就会出现在档案夹中 那接下来返回首页 选择这里的AI智慧长篇剪短篇功能 我们可以导入刚才的视频 如果你不是做其他频道的二创 而是希望把自己频道的长视频 做成短视频进行分发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里绑定自己的YouTube账号 然后复制你自己频道的视频链接 好上传视频以后呢 在右侧选择视频的语言 输出的短视频时长 以及适合的主题 打开高级设置 还可以选择输出短视频的宽高笔 配乐或者输入和主题相关的关键字 最后呢 从列表中我们选择一种喜欢的字幕样式 就可以开始处理视频啦 Filmora呢会自动分析长视频 提取其中的精华片段 并自动转换为多段短视频 根据视频素材长度 这个过程会持续几分钟 然后Filmora会自动生成几段短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首先啊 每个视频Filmora都默认取了一个参考标题 左边是预览视频 右边是视频的文本内容 非常有趣的是右上方这里 Filmora还为每个视频的质量做了评分 按高低进行排列 那么生成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子呢 给大家看一段我生成的成片 I'm Ron, I lead our Sora product team And I'm Joey, I'm the product designer on Sora Alright, Joey, get us started Alright, I'll kick it off by talking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Explore Explore is the place for inspiration It's a feed of videos shared by the community where everyone can come together and explore the capabilities of this powerful new model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成片 已经是比较完美的了 二重需要的一些元素 包括字幕 音效 画面裁切等等都有 所以你可以直接导出 但如果你还有想要修改的地方 也可以点这里的编辑 进入编辑器做进一步的调整 这也是我对比下来 Filmora比市面上很多其他同类型工具 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支持进行二次编辑 比如你可以调整默认动态字幕的样式 在这里换一个样式 然后全部应用就好 如果想要批量调整字幕位置 可以多选以后 在基础的xy值这里 利用鼠标拖拽进行调整 除此以外 如果你想要添加一段BGM 又担心版权问题 就可以用Filmora自己生成一段AI音乐 然后贴加上去 点这里的音讯AI音乐 选择你想要的风格和类型就可以了 或者你的原视频是英文 你想要在中文频道分发 你就可以用AI自动翻译把它添加一个中文的字幕 我们选择字幕 点击AI翻译 选择对应的语言就能翻译了 那如果想要调整翻译后的字幕样式呢 也可以多选字幕 右键转化为标题 然后对样式和位置进行批量调整 完成编辑以后 点击导出 我们可以一键发布到YouTube TikTok的关联账号 或者导出到本地 那我认为呢 Filmora新出的这个功能 因为AI一键完成了包装和剪辑 所以啊 对视频剪辑小白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同时呢 也大大提高了做视频二创的效率 毕竟对二创频道来说 更多的数量也代表了更多的流量 除此以外呢 如果你自己的频道是做长视频的 想要顺便做一些短视频切条 进行二次分发呢 也是可以用这个功能 而且除了今天提到的 AI长篇剪短篇功能以外 Filmora 14.0版本 还提供了数十种全新的AI剪辑工具 都可以大大提高你的剪辑效率 那这个视频里呢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非常推荐大家点击视频说明栏里的链接 下载一下自己玩一玩 但是这些频道明显不是官方的好 用了这些视频不会构成侵权吗 你在看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今天木子呢 就为大家进行解答 首先啊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二创不等于直接切条搬运 如果你只是把别人的长视频切成一条一条 没有添加任何自己的创作 比如字幕 音效 特效等等 那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就是赤裸裸的侵权了 而如果你的确做了一些二创并传播 这对版权方来说 反而是非常欢迎的 因为短视频的受众更大 可以触达更多的用户 像我就经常因为只是看了其中短视频的某个片段 就去看了完整的电视剧或者电影 不过呢 以防万一 我还是推荐大家在制作前先去获得频道相应的授权 如果你选择的是YouTube频道 有些频道它会开放二创的权限 如果视频下方有这个按钮 就代表作者接受第三方对他的视频进行二创并传播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做剪辑 或者你在发布的时候 at这个原账号 或者呢 你也可以发邮件 添加相应的商务人员去申请授权 只要你不是恶意搬运剪辑的创作者 一般他们都是会同意的 我在说明栏呢也附上YouTube官方关于视频二创的规定 大家有需要也可以仔细研读一下 简而言之 只要你在原视频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己的创作 不管是加了字幕特效配音配乐等等都可以 这样的视频啊 官方不但不限制 而且还非常的欢迎 而你呢 不但不会被控诉 可能还会赚更多 接下来呢 我就顺便和大家说一说 这一类的频道究竟该如何变现赚钱了 影视类或者是演讲类的视频 因为观看轻松 门槛低 寿终面广 所以啊 播放量一般也还是比较高的 第二种变现方式呢 就是储窗带货 这种变现方式比较常见的是对直播视频进行二创 例如啊 这个账号就是发布小红书上 李旦直播的视频片段 然后在视频中挂上商品链接 在主页呢 也有自己的小清单列表 可以看到这些商品的销售量都非常可观 由此带来的分成利润呢 也不会低 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我频道还要分享更多 关于AI工具使用和油管运营的方法 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哦 请不吝点赞